哈喽哈喽大家好,雅黎又来跟大家聊天啦 去年因为看过YouTube的动画版逐渐消逝的宇宙片 玛娜带来的活跃与感动,杂实抽暴支持 今年看了预告,也有玛娜跟陆西法等让人喜爱的角色 加上华丽战斗场面,对电影满怀期待 还特地追到日本去看院线 结果回来才知道台版要上,哦二岁 我的1800日币啊 走进电影院,第一件是记得打开你的手机 打开怪物暂地这个城市领取看电影的讲题 这个扫描系统必须要在戏院内才能扫到 所以一定要进戏院才有 可以拿到特殊造型玛娜或是乌丽儿的素材 另外也有成长果实,英雄之书等等可以抽 所以第一件是别忘记做啰,扫不到的人 也请多扫几次,手机记得观声音,别影响到他人咯 故事是消失的宇宙天十三年后,红月事件后突然产生金石 无论是人类或是被碰到都会实话,玛娜为了不让人类受害把 怪物分析时封印起来,怪物害怕军事跟鞋,想逃出封印分成两派互动 男女从小跟伙伴们一同混战保护玛娜,最后是否能解决这个危机呢? 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怪物贩构电影版本身内容的讨论部分 所以,想被剧透,可以尽快离开咯 总之,为了以后让更多日本动画电影能够引进台湾 这边还是认为可以去支持一下的 好,倒数计时开始咯 55555544443333221开始 男主角比方台版翻译成奏态 女主角空台版则是翻译成西空 因为暂中电影版的名字叫做空的比方 其实是跟两人的名字相关的 这边其实是比较习惯比方跟空的翻译 但是还是尊重官方翻译咯 故事开头描述了玛娜为了守护人类事件 让东京的一部分浮风 并用杰杰将怪物与七十蜂蜜起来 对大家称为旧东京菇 但是,这个蜂蜜需要玛娜大量力量的支持 玛娜耗费了相当多的精力辅苦之称 而玛娜力量下降 兼使杰杰出现作用 七公分部分小怪跑到人界青东京菇 他决定取角帮手 也就实施为男主角的奏态 开场的战斗节奏快速 造光剑影全权到肉 容易带人进到丽血对头的情绪 以电影开场来说 来一场精彩打戏带动一根小高潮 效果很好 接着,画面窃到男主角宗泰的地方 宗泰从小跟玛娜分开 跟奶奶一起生活 但却因为身上有玛娜的气息 而被逃出来的小怪追杀 七公分线拯救 并说明宗泰是玛娜之族 希望宗泰帮忙 宗泰也想知道母亲的消息跟自己的身世 于是宗泰同回到作风金屋见玛娜 而在作风金屋上 遇到了当店与杰奈两兄妹 一起帮忙让宗泰能够靠近空岛的核心 也就是身为封印编织者的玛娜 大家因为宗泰是玛娜的儿子 所以认为一定能解决问题 但是,身为主角的宗泰却充满了迷惘 她对母亲的印象早已模糊 而对自己不上不下的能力也充满不信任 但是在面对追杀的过程中 劫奈与西空开导 加上大家一起奋战 逐渐放贪心胸 准备正面面对挑战时解放战线的一名大将 造成了各个刀裂的牺牲 但是主角一群人 还是努力的朝空岛的核心脉地 怪物因为被破坤 亲持攻凝在一起 而内风分成两派 立为支持玛娜的主角群 另一则为想解开封印的解放战线 而在空岛的核心 解放战线的首领 牵手早在这里等候多时 准备与主角门绝一复战 而在战斗过程中 领悟到自己最新手部的对象 自己的母亲 以及在战斗过程中 建立其余的西空 决醒了真正的力量 以亲手战斗了起来 两者力量冲撞后 亲持被固化 两人合力将亲持推进吹动中 最后牵手牺牲 人类与怪物合情共处 实话的怪物们 因应助援包含刀剑 而动态从此 以期工作上了没修没道的日子 整体上来说 剧情串台有条有趣 该交代的也算都有交代 但是 这边说你体验 去不怎么好 配音感情不够强连带拖累到原本 单热血的战斗 更感人的桥段 男女主角的配音真的不够好 加上整部电影战斗部分 虽然十分流畅 但是大家真正想看的部分 反而不够突出 毕竟怪物弹中的人气脚摆在那边 密西法 加百列 玛娜的实质戏份真的不多 人气角色的确成功 吸引很多粉丝进场看戏 包括我自己都是连转弹机 也投入数百时支持 可是他们气氛太少 只能跑龙号 也无法跟男女主角 有互动互动 真的就是纯卖角色 电影的感情气不少 但可能是因为片场关系 深刻度明显不够 甚至没多少回音画面 可以用来捕强感动作 而到了该改人的桥段 与主力 Apple马上就能让人出现 真的非常可惜 所以日本艺能界别再看不起动乱界了 对于没这么简单 所以适合的声音对于动画作品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整体而言 如果是因为看完YouTube粉丝的人 再看这部电影 要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 但是整体上来说 还算值得一看 加上 有支持动画电影 以后我们才能看到更多 不是这样吗 有电影可以看 有奖品可以领 还是建议大家走入抗电影院哦 那这次的观影心得就到这里结束哦 如果觉得有点帮助的话 也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且帮我们按个赞哦 拜拜